为人师表去诈骗学生学校 长达13年 这样的案件会曝光 是因为过去两年前 海巡他们在澎湖南西四岛 抓到了有潜水客 违法捕捞 而他们搭的船 竟然是澎湖科大的游艇 那巡线调查才知道说 原来这个科大里面 这位是海洋游戏系的陈姓教授 他在2014年的时候 您可以看这边 他先找了学生合资开公司 自己钱拿了做五本生意 专门用学校的船 揽课再课 这样不法获利过去至少400万 那过去13年 其实他一路都有升迁 从进去助理教授 升到教授到系主任 甚至当上学务长 那现在因为澎湖的这个事件曝光 也才发现说 原来他当初应征的资料 学历根本是假的 潜水客在海上载浮载沉 海巡前往咒人时 发现他们竟然倒采龙虾和螃蟹 两年前的这起案件 竟然意外揪出案外案 当时落难潜水客 就是搭乘澎湖科大的游艇 前往澎湖南方四岛 检方追查后发现海洋游戏系上 一名陈姓教授 为造工资历任职教授 长达十三年 陈姓教授在履历上 自称是中华民国水中运协 任职八年的潜水教练 还在运动休闲公司担任 体能教练和教学执行长 甚至取得假的离职证明 任职将近七年 不过这些履历统统造假 根本是神轨教授 检方继续追查 陈姓教授在二零一四年建立公司 请来一名郭姓学生担任负责人 不过他竟然擅自拿校内器材 取得政府标案 陈姓教授以公司名义 取得政府标案 在三年中获得绝标金额 约有两百六十八万 不只官方连学校标案 也要参议咖 参与标案绝标金额 也同样超过两百万 违反学校规定 和涉及政府采购案的利益回避 还在二零二零年担任系主任时 采购帆船等器具 找来民间公司开立假罚票 实际上却只买了一件品上 利用假履历骗取教授职位 更吸金超过四百万元 如今被检方轴出起诉 不只丢了工作 还因此被羁押 背上应有刑责 华氏新闻 陈能阵 赵若萍 澎湖报导 哈喽 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